從這個川普說 Let American great again 讓美國再次偉大 那這次到了這個 我們說的拜登 拜登現在說什麼 Buy American 不是把美國買下來 是說我們怎麼樣 買美國貨 當然台灣是這樣的翻譯 可是大家都知道 我們看看四周的產品 基本上 你找不到美國貨 真的很難 你包含如果說你拿一個Apple 對不起 你現在只剩下美國品牌 沒有美國貨 對 我們說 包含你說的什麼鑽石 對啊 鑽石品牌 或是說你說精品C牌的 它基本上都是什麼China的 唯一我最近有一個朋友 我美國貨的 他就是這個N牌的慢跑鞋 他是這個所謂的 美國的有Made in USA 但是那是限量版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現在美國的一個重點 就是說拜登他說怎麼樣 四千億買美國產品 講起來 大家知道 美國賣給隔壁 就是賣給加拿大最多的 就是工業機械跟什麼農產品 他沒有一些所謂的製造的產品 還有我們提到了 包含Tesla跟之前的通用汽車 這在那些 是Made in USA的 可是其他你看到很多的產品 你說要買到美國的 基本上這邊我認為 在這個預算裡面 這個所謂什麼 買美國的服務 或是科技的研發 這個是有可能的 所以其實美國現在的 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如果你用大陸的這些所謂的什麼 有一些相關的通訊軟體 或說抖音 裡面都很怕有資安的風險 那乾脆就用什麼 Google生態的 或說Apple生態的 那這個地方可以從美國 來做一些所謂的開發 所以國防跟這些 智慧財產權的 我們認為是有機會 那為什麼會出現這樣 給大家看一張圖就知道了 因為第一個 美國的人工貴 美國人工很貴 那製造業的人口 大幅的下降 大家看到從1800萬到現在 1200萬 為什麼 因為美國人不是不做事 美國人幹嘛 他都賣腦袋 賣智慧財產權 大幅製造的幾乎很少 那其實早期 包含我們說的球類 兩大品牌 A牌跟N牌的球鞋 很有名 對不對 他拿什麼 拿Jordan 拿這樣的一個授權 可是他製造商都在什麼 可能在大陸 可能在越南 那麼多對不對 但是其實前幾年開始 他們現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說把一些工廠 內移回美國 為了做一件事做什麼 在地生產 在地品牌化 所以其實大家看到 這幾年來 有很多的公司 也移到美國 不過他服務的 就變成是高端的產品 那這個高端產品 幫我們看到了 有一些什麼聯想的 還有一些鞋子品牌 還有Honda 其實他都在美國 去做設廠的動作 那為什麼要設廠 因為他要服務 美國人賣給美國人 美國貨 可是問題來了 很多人就說 我就買美國貨 大家知道 在中美貿易戰的時候 那時候做了一個調查 有一個記者說 我在美國 我made in China的 我不用 我只要找made in USA的 在紐約他說 一天我的財買下來 是四倍 他是四倍 他沒有買made in China 所以現在就變成說 其實美國的製造業 能不能跟上 我認為不太容易 為什麼 因為美國還是用人工為主 這些大量的機械設備 都在東南亞 中國居多 所以現在美國 現在面臨的問題就是說 他如果把他的 智慧財產權再提升 控管網路和這些國防 我認為是比較有機會的 否則我們現在 要看到made in USA 我覺得其實是越來越難 所以他不是要打造 一條邊的生態鏈嗎 包括要叫台積電 整個廠 一條線都拉過去 是 所以說 高端的產品有機會 但是如果說中低端的產品 或是一堆食物的話 我認為還是一樣 會以東南亞 或者是說為中國 或是印度 來參加一個所謂的一個供應鏈 好 不過我們說 感覺起來拜登現在對中國 不要說態度還不明確 有一項真的是蠻正確的 因為他現在先說了 資安要全面防控 不要讓中國控罐 好 但問題來了 那歐洲這邊 因為現在美國這邊 華為還沒有解決 但德國這邊對華為 態度有點模擬良可 沒有想到現在意外被發現說 哇塞 原來華為是德國 很大的贊助商 你知道剛才在提美國貨嗎 我想在座應該是我 最喜歡美國貨 我買一幅都買美國的 因為只有他們有我的尺寸 你確定是美國做的嗎 對 美國做的 我真的有翻過 但問題來了 你說美國跟我們說 中國做貿易 我們剛才這個 昌星老師也講過 賣的是智慧財產權 那後來賣什麼 賣的叫衍生性金融商品 結果美國人最厲害是什麼 就是我印了一堆美金 然後跟你換了所謂你的產品 然後換了產品 你賺到我的美金之後 你再把錢存在我們美國的銀行 買我們美國的債券 買我們美國的基金 但問題來了 歐洲不用這樣做 甚至是德國 德國的精密機械 德國的豪車 我們說一二二逼 他們那麼的有錢 那麼的賺 那德國為什麼還要對中國扣手 除非中老師 說真的 德國的貿易裡面 真的靠中國非常非常的多 好 所以因為兩個關係太密切 所以好到什麼程度 德國的執政黨 基民黨開黨代表大會的時候 有贊助廠商 這件事情在我們台灣 基本上已經覺得很奇怪了 這贊助廠商裡面 排名第一名的居然是華為 這讓我們很難想像 你看 這是他們在轉過 他們的開黨代表大會 會有贊助廠商 對 基本上我也很難 所以他們一開始 就要開始念一堆品牌就對了 對 現在看中國的節目這樣子 是 所以我就覺得很難 因為站在台灣 如果有這種事 一定被人家罵關山勾結 可是可能外面 我家習慣不一樣 好 那有贊助廠商也就算 你看這邊一共列出來 八個廠商 你看到這第一個是誰 這不就華為 排名第一個是什麼意思 電視節目誰會第一個 輸賞賊 所以這太明顯 這是老闆的東西你知道嗎 其他七個都是德國品牌 就唯獨華為不是 而且他還排第一個 好 那再來還有一個 這是我們剛說 是黨代表大會 問題他在什麼地方開 他在德國的巴登 福藤堡這週開會 大家可能對這個地方 沒有什麼太大的概念了 可是他是賓士跟保時捷的 生產的大本營 這兩個品牌最大市場在哪裡 就是中國 就像美國的底特律這樣子 對 所以你看 在這個地方開個黨代表大會 然後華為是第一大贊助廠商 不用說太多 大家都知道 各宗言語 知道他在玩什麼把戲 好 那當然數據會說話 為什麼德國對中國這麼好 自然是因為貿易的關係 大家現在看到這個圖表 這是去年前六個月的數字而已 這裡面主要 德國最大的三個貿易對手 一個是美國 一個是中國 一個是法國 好 大家可以看到 一開始的時候 到後來四五月 有沒有發現 最左 最 最旁邊的這個紫色的 就是中國 有沒有看到 四五六月以後 中國都是變成排名第一的 如果整體來看 整個貿易去年全年 全世界我們知道因為疫情的關係 是不是全世界貿易都大幅衰退 結果中國跟德國之間的貿易 而只衰退了兩% 更重要的是 中國居然竄到全德國的貿易對手的第二大 這不就代表兩個關係很麻痺嗎 還不只是這樣子而已 還有什麼 你可以看到 去年中國在上海曾經開一個叫做進口博覽會 什麼叫進口博覽會 就是告訴你外國這個廠商歡迎來我這裡做生意 賣到我這邊來 結果這個進口博覽會當中 歐洲國家當中 第一大的參展國就是德國 不但企業的加速最多 參展的面積也是最大的 那不就再告訴大家什麼事情 德國真的是必須要跟中國做生意 我不得不跟你這麼好吧 再回到剛剛華為的事情 就在去年12月底的時候 其實德國已經修法 只是把這個電信設備的審核加延 但是它並沒有拒絕華為 換句話說 華為的5G設備還是可以賣到德國去 所以你看到去年12月剛決定 所以1月份基民黨的這個代表大會 華為就是最大的贊助廠商 好 問題不是只有這樣子 大家可能想說梅克爾快要下台了 那新的接班人怎麼樣來 他們就也就在這幾天 基民黨的接班人選出來就是 拉謝特這個人 好 那他是誰不重要 重點是他的政策 告訴大家什麼事情 基本上我就是照著原本梅克爾的做法 所以梅克爾基本上親中 我也是親中 他甚至說什麼呢 你們這些歐洲國家 不要對中國那麼嚴格 為什麼我們就跟人家做生意嘛 你這在商言商 為什麼什麼事情都不行呢 所以他這麼一講 就被大家批評了 全世界大家都要去抵制中國 大家都覺得中國有問題 結果你因為你德國 可以跟中國做生意做了這麼多 所以你看我們之前在節目裡面 也講過 中歐貿易協定裡面 基本上就是德國在主導 這個貿易協定最主要就是要放寬 中國能夠在歐洲做生意 那現在你這個新的這個金民黨的總裁選出來 雖然他不是不見得未來就是德國的這個總理 但是目前金民黨因為過去這個防疫的過程當中 其實還算滿成功的 所以金民黨現在名字要很大 所以金民黨總裁很有可能就是未來的德國總理 可是問題是這個拉謝特其實在一開始疫情剛爆發的時候 他其實是主張說不要封鎖那麼嚴格 其實大家還是為了經濟比較重要 你封鎖那麼嚴格 到時候出問題經濟壞掉了怎麼辦 所以現在又被人家拿出來講了 你當初你的態度是這樣子 後來你怎麼180度大轉變 你不就是標準的又是一個變色龍一個嗎 而且你對中國的態度現在這樣子 那以後德國的問題是不是又可能會成為歐洲的破口